近日 四川的张女士在网上声明举报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某局局长婚姻存续期间和自己同居13年 期间又和多个女人有染 欺骗自己感情 张女士称 和对方认识时 两人均已婚 因为她有事求助对方 一天在对方的车上 两人发生了关系 此后对方让她离婚 两人一起同居13年 刚开始对方对她确实很好 后来对方当了局长就开始变了 她借着一些女人们求她办事 开始利用手上的权力试探这些女人 引她们上钩 打倒她的目的 张女士称 2016年 她曾为该局长打掉一个孩子 我在台原没有亲人 只有她一个亲人 13年 我不拖她的钱 不拖她是什么官 从未逼迫她离婚 只想她能好好善待我 在我变老的路上好好领着我 能在我生命的时候照顾我 这13年我很爱她 真诚地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她 可她从来没有改过一次 而是在骗女人往女人的路上越走越远 胆子越来越大 在这些女人们身上投入的金钱越来越多 今天这一切都是她把我逼成了这样 我要剥掉她的假人皮 据报信中 张女士称 该局长和其他女人在车上车震时被她现场抓获 另外 她还公布了该局长与其他女性的很多暧昧聊天记录 以及该局长的一些私密照片 16号上午 太原市小店区委宣传部相关人员介绍 网上的局报信息其不清楚 但据其了解 不久前 小店区对多个职能部门的负责人进行了调整 张女士局报的对象就在调整之列 也就是说 张女士局报的对象目前已不再是相关部门的负责人 当天上午 小店区纪委相关人员告诉记者 张女士反映的案子 纪检监察部门已经接到举报 目前正在办理 案件尚属于保密阶段 暂时不便透露更多情况